香港第五波疫情确诊和死亡人数激增 造成了医疗量能崩溃 不少长者需要露天躺在病床上后诊 引发民怨 认为港府太轻呼疫情了 翻开香港疫苗的接种率 目前接种了1490万4460一剂 有打过一剂的占92% 完整打完两剂占84% 其实疫苗的覆盖率都有达八九成 但三到十一岁只有16%有接种 80岁以上只有42%有接种 换言之年纪太小或太大了这两类人 造成了疫情严重破口 因此香港现在需要实施上门施打服务 为胃打针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 或行动不便的人接种 可以让住在这些有数据显示感染风险 可能较高的屋邨或者屋苑 而有未接种疫苗的长者 尽早得到疫苗的保护 目前香港累计确诊一百万两千七百四十一例 累计死亡七千一百零一人 港府是否应该成立疫情检讨委员会检讨过时呢 如今港府计划四月底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专家担忧一旦放宽恐怕又会引爆第六波疫情 TVBS新闻严瑞生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